这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DPOS挖矿啊 它和POW挖矿 POWS挖矿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 那有些小伙伴如果对挖矿的概念不理解 或者说对POW POS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的分享 那在介绍DPOS之前呢 我也简单再给大家去讲一遍啊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所以挖矿呢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我付出努力得到我想要的代币啊 它是一个比喻啊 我们传统的挖矿挖黄金是物理意义上 对吧 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用产资或者说工具去挖的这种黄金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那在区别链的这个网络系统当中 这个世界当中呢 挖矿呢 本来是我如何获得这个代币 对不对 那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比特币挖矿 它本质上是通过算法 算理啊 算理啊 通过这个矿机 矿机就代表着算理 对不对 那这么多的矿机 它需要运行 它就需要很多的这个电费 所以本质上 它是付出了这个CPU 这个时间啊 矿机 算理 这种啊 做了所谓的这个POW证明 嗯 就是要工作量证明 POW啊 这里的W是Work P是Proof 啊 Proof of Work 相当于工作量证明 然后呢 呃 这个证明完之后呢 就会选出一个 呃 一个人 他就会获得这个记账权 把这个区块打包的这个权益 然后呢 就会奖励他比特币 OK 这个POS挖矿呢 它本质上是一个持币挖矿 对吧 因为我们讲比特币挖矿呢 它不够环保嘛 它这个消耗的能源非常大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就啊 衍生出了这个持币挖矿 持币挖矿呢 比如说以太坊 那你是可以通过你买的 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币啊 通过去质押 然后呢 其实来去 哎 竞争这个记账权和打包权 然后一样的也能够获得这个 呃 以太坊的这个代币的奖励 OK 那这里呢 要说一下 在整个区块链的世界当中啊 这个记账权非常的重要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区块链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啊 一个理念 对不对 一个硬性的制度 那在传统世界当中啊 每一笔交易啊 每一次转账 它是不是都需要记账 你没有记账的交易 那肯定是无效的 或者说是有问题的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啊 是银行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中心化的 记账机构嘛 那在去中心化的 这个区块链世界当中 那谁来扮演 对不对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它就没有一个中心化的人 来做这件事情 那它必然要有一个 呃 我们讲的游戏规则也好啊 或者说共识机制也好 来保证啊 这个交易的有效性 对吧 不存在有人作弊 啊 或者比如说做这个双重支付 我同时给A和B 都转了一笔钱 对吧 然后我从中谋利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反省 所以我们去理解挖矿啊 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共识机制 那这种共识机制呢 啊 目的呢 其实是保障这个交易的有效性 对不对 它本质上就是验证交易和打包啊 既有这样的一个交易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争取记账权啊 它是在气中心化世界当中比较重要的啊 既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 它衍生出了不同的这种记账的一种形式嘛 啊 所以说大家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去理解 POW POS DPOS 它只不过是不同的这种共识机制 OK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块链和记账权的重要性的一个说明 接下来呢 我们就集体进入到这个DPOS挖矿的一个机体介绍 那首先呢 区块链我们讲过 它是一种点对点的网络啊 是一种分散式的气中心化的一个账本 对不对 是一个大的账本啊 因为它这个在货币这个系统当中账本啊 是至关重要的 那这个账本呢 存储着网络上的所有的交易 那那我们讲过 它需要一套共识机制 它才能够维护这个系统的应酌啊 保证各个节点的这个交易的信息不被修改 对不对 那为了激励啊 这个来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呢 那就会给到他这个奖励嘛 像比特币呢 呃 这个挖矿就会给他奖励比特币和矿工费 对不对 那谁掌握了这个打包权 记账权 谁就得到这个奖励嘛 那三种POW POS DPOS 啊 它只不过是不同的形式 但是呢 呃 它都是区块链的一种共识机制 或者说共识算法 那所谓的权益证明啊 我们就又叫做DPOS嘛 这里的D啊 是那个呃 delegated 它其实是委托的含义 对不对 英文叫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啊 权益委托证明 那我们又把它翻译为叫投票挖矿啊 投票挖矿 那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在POS啊 POS是这个权益挖矿 或者持币挖矿 它是在这个的基础上 增加了这个委托的含义啊 啊 其实就是一个投票的一个含义 OK 在这个proof of stake POS挖矿过程啊 这个共识机制下呢 就是呃 我们把这个加密货币 抵押在智能合约当中 谁的加密货币多 谁的钱多 谁就有能力去得到这个记账权 那DPOS呢 其实是嗯 它增加了一个投票的功能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还是一样的 要去抵押这个加密货币啊 但是呢 负责验证和记账的工作啊 交给那个票选出来的见证人 你可以理解为啊 就显出一个节点 对不对啊 所以把它叫做投票挖矿 那简单总结一下呢 POW啊 比特币这个是算给挖矿 POS 比如说这个以太坊 它是持币挖矿啊 这个以太坊2.0 DPOS呢 是呃 这个不仅仅持币 它有投票的功能 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投票挖矿 OK 嗯 那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它是怎么硬做的 实现的三个啊 三个点 第一个叫voting 投票嘛 第二个呢 叫bitness啊 叫票选见证人 还有个叫啊 代表人 那投票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 用我们的这个币啊 去投票啊 来选择一个 我们信任的这个见证人啊 或者票数最多的人呢 他就具备了这个 验证交易的权利 对不对 他是基于这个数量来定的啊 其实嗯 还是有点民主投票的感觉 那票选见证人呢 就得票最高的人嘛 他就成为了这个见证人 那他不仅仅是一位啊 可能是几位见证人 他一起记账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超级节点啊 这里的见证人的数量呢 他不是固定的 那不同的项目方 他可能设定的这个数量不一样 比如说EOS 幼子币啊 是一个见证人 BTS啊 101个见证人 见证人的作用呢 就是复制验证交易和创建区块嘛 其实就像啊 比特币挖矿当中的矿工 这样的身份和角色 对吧 他做完这件事情 那给他啊 这个区块奖励 给他代币奖励 OK 然后呢 他其实还是一个动态的 如果有些见证人表现不好啊 他可能也会被出局 OK 所以他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啊 保证所有这个啊 区块链啊 每个节点 每个用户的一个权益 那还有个呢 叫这个代表人 那这个代表人呢 他其实不是去说 去负责交易的验证和打包 他更多的是一种监督啊 维护这个网络的一个作用 对吧 保证这个协定的一些运转啊 或者说啊 一些提议去优化啊 这个意思来说就是啊 这里的代表人 DiGators啊 他可以提议改变一个区块的大小啊 这也是他的这个权利啊 或者说作用义务之一啊 比如说我们要付给见证人多少奖励 那一旦他这个提议提出来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投票啊 看是否接纳 是否采用 这就意味着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保证啊 对不对 利润的分配 更加平均一些 他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不管是POS还是DPOS 他都会比这个比特币挖矿啊 更环保 因为我们讲比特币挖矿 非常的费店 要买矿机对吧 要这样的设备 但是DPOS或者POS 他只是持币或者投票挖矿 所以他节省耗能 网络硬性成本低 交易速度也会更快 我们知道比特币挖矿呢 它是每十分钟产生一个区块 对吧 那从2009年开始 然后四年减半 它的2100万颗 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但是呢 DPOS呢 它每个区块的产生时间 可能只要一秒到十秒 非常非常的快啊 这个交易速度非常的 YYDS 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个出块的速度 越快越好呢 其实也不一定 我们要根据记者的情况来看 对不对 一切的优化 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像我们讲说 比特币 区块链世界当中 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嘛 你要保证它的安全性 要保证它的这个 可扩展性 还要保证它的气中心化 其实很难 因为它们内核 是有一些相互制约的 比如我们讲说POW 就比特币挖矿 它的气中心化很好 它的安全性很好 但是它的可扩展性就一般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POS 对吧 持币挖矿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气中心化 就会弱一些 可扩展性和安全性都不错 好吧 那我们来说一说 DPOS挖矿 这种投票的机制 它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权力过意集中 其实有点违反了 这个气中心化的理念 以及很多人可能 对投票的积极性很差 当然这个要提到 其实现在不仅仅是 DPOS挖矿 或者POS挖矿 或者POW挖矿 它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么中心化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早些年 可能一个人自己的电脑就能够挖出比特币 到后面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数学题越来越难 对吧 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那后面的话 其实对电费 对资金的要求也很高 它的门槛 对不对 它有点像我买柴票一样的逻辑 哪怕你和我的这个算力是一样的 但今天你的硬气好 你直接就算出了那个最优解 然后你就获得这个打包的权利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比特币的奖励 那我就得不到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矿工其实就是硬气好的赚的盘满 硬气差的可能就熬不住 那大家就想出了一种办法说 我们能不能联盟起来 对吧 我们一起合伙做强做大 然后呢 就说来 就变成了这个矿池的形式 就是说不管谁挖出来 大家一起分 怎么分呢 按照我们的算力的这个比例 对不对 来去分配 所以它本质上 现在整个算力也是集中在一些大的矿池当中 所以它也有点中心化的这个含义 那POS DPOS就不说了 它其实就是持币的人 或者说票线出来的见证人 它本质上就是对这个 呃 奇块链的这个话语权 啊 对吧 就会更大 但是呢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冲突嘛 就拿交易所来讲 对吧 它在这个交易所这个上面 啊 交易各式各样的这种期中心化的代币 啊 那你会觉得听上去感觉也很违和 很不能统一 但是我觉得中心化有中心化的好 它确实能够提升效率 对不对 那期中心化有期中心化的好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能找到好的结合点 那那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那 呃 再简单说一下POS和DPOS的一个区别啊 其实本质就是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投票啊 这样的一个机制 本来说在DPOS上面可能要成千上万的节点 对不对 但是P 啊 本来在POS上要成千上万的节点 但是DPOS当我们选出了这个呃 见证人啊 超级节点之后呢 本质上它能够让我们这个验证交易和创建 7块的这种效率啊 变得提升 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在这个POS的技术上做了一个优化 OK 啊 然后呢 像这个柚子币啊 啊 XAS啊 BTS啊 这个都是啊 用了这个DPOS机制 然后呢 像这个以太坊2.0 ADA啊 它用的是一个POS这样的一个挖矿机制 好吧 这节课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大家对web3.0对7块的感兴趣 记得给我点个订阅和关注 我们一起交流学习 拜拜 拜拜